我們現在四點半 記者會就正式開始 在座有這個當事人在裡面 我都看到了一邊原型國的當事人 還有他們的眷屬 我希望本來總請你們進來 希望你們能夠理解這個是一個記者會 在這個地方讓大家來聽今天的內容 但是不能提問 要不然我們本來的委員會質疑 記者會不是記者進來 這個請大家諒解 只有大家接受 現在我才願意讓你們在現場 大家都沒有意義嗎 當先生有沒有意義 可以聽 但是這個是記者會現場 你們當事人比較我們就 然後就個外來免許大家 在現場來聽 比較跟我清楚再回去再看 那是不能提問 那個別的這個 我要離開這個會場 以後才去發言 就算我們是尊重的 那就不要在這個地方來發言 而今天的記者會 我們就正式來開始 那我想在開始之前 對於一個將近70年前的一個答案 我們經過考慮 我想花個三分鐘的時間 來做一個背景的介紹 這個背景的介紹 就是我今天印給大家的 這個順庫案第二調查報告書的火頭引員 大家手邊應該有拿到這個 如果還沒有拿到的話 請問我們這邊還有同仁來源 這邊還有同仁來源 好 我就是單張的請划給這個 我們在場的同仁 那我這一個引連報告 其他的1、3、4點請大家參考 也是我個人的一些意見 我想在這邊宣讀的是第二跟第五點 就是說我們下面的意見 留意的意見就是 對於孫立仁將軍 成立一個九人調查委員會 來加以調查 那麼是仿效美國的 國會中的 反免或者非免活動委員會 來成立的 那這個委員會的性質 這樣講 我們在座的記者朋友 可能都不是很清楚 嚴格應該來講 在政治學上或者在研究者上 他會講麥卡錫主義 那麥卡錫主義到底是什麼呢? 大家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在第二點簡單的講一下 然後第五點 我舉兩個例子 給大家來知道 當時連美國這個民主國家 他當時反共產黨 反匪夷的氣氛有多嚴重 那這個部分 我們趙偉也可以舉一個例子 就是當時那個前學生 結果解決生被基礎 然後回中國大陸 去發展原始代 也是那一種本頓下的背獎 來那個 那因此才會有 我們上個禮拜的報告案 就是郭婷筠那樣 為什麼會被誘迫 然後去製造自己的社會 這麼一個事情 那因為那樣的一個情況 在美國方面 國民政府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比較不會那麼僵硬 因為美國的那個氣氛就是這樣子 那為了要讓進入這個本頓報告 我就想花個三分鐘時間 先講一下 我幫大家準備的資料 讓大家回到 當年美國本身的麥卡錫主義的那個氣氛 那麼先大家參考第二案 孫英國案發生後 陳鋒為了布局美方政府態度 及國內外以前反應 源於智外單位建立成立九人調查委員會 調查孫立倫所設責任 但孫立倫的辯護權力卻被大幅線索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跟大家報告的意見之一 另外呢 九人調查委員會是 訪美國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 非美的意思就是 Un-American 其實有另外一個翻譯就是 反美 反對美國 那麼或者 卻系針對與共產黨有關者而發 並致數千人受害 數千人 不是我要舉的這兩個例子 我要舉的這兩個例子 只是特別有名 大家知道而已 一個是這個 這個 諧星佐伯林 另外一個是瑪麗聯盟 請大家參看 我們第五點 我第五點下的標題是 美國麥卡錫主義的影響 可能後世 少了一個世 可能後世 孫立倫郭田亮案件發生的 背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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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這邊想 來敘述一下 那麼在1950到1956年之間 美國麥卡錫主義在影響界 有兩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是佐伯林 那麼1952年 民國41年 佐伯林離開美國 前往倫敦 參加他的一個PIN 叫Land Light 把眉光燈下這個PIN 所應會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他也悄悄的終止了他的簽證 就這樣 佐伯林回不了他那個 自他成年之後 生活了大半輩子的 依稀國美國 那為什麼他會被 突然取消 這麼一個大牌的民間 突然被取消呢 佐伯林的電影 一直站在貧窮的工人階級 以及失業民眾這一邊 他的電影裡有非常多的 他的故情和情境都是以他 兒時青年目睹的窮困為依據 另外呢 大獨裁者 這是封世那個 希特的那個PIN Great Dictator 這一片呢 表達了對於民族主義的 強烈不滿 因此有人 他就重傷了 說他是共產黨人 然而由於呢 佐伯林太具影響力 太具知名度了 所以不敢去議案調查 悄悄的就是 他離開美國 我就把他的Visa取消掉 這個原因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這個 用這個辦法 把他趕到美國之外去 第二個案例就是 瑪麗聯盟路 1956年6月29號 瑪麗聯盟路 Marie Lynn Breaux 跟這個Arthur Miller 這個兩個人結婚 他們兩個人結婚的時候 米勒正因為被華裔 跟共產黨有手勾結 而受到非美 就是反美活動委員會的調查 他另外名稱 The House of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簡稱FUAC 如果你們各位 要查這個委員會的話 就是WAC 這樣的調查 這個時候呢 美國很怕來自蘇聯的共產主義 會在美國本土生根 那麼引進了一套稱為 海思華典 The Hays Code 的嚴格電影審查制度 來審查電影業的每篇電影 那麼許多電影業的人員 受到美國官員的詢問 被迫公訴他們的朋友或同事 米勒就是這樣被審查的 米勒認為美國政府的作法 極不公平 試圖挺身相抗 並寫下了一個知名的劇作 The Crucible 龍魯 大龍魯 那麼來風是美國政府的作為 竟然類似兩個世紀以前 就是18世紀的時候 發生在美國的 巫女烈莎的事件 各位可能對這個 霍尤爾文 但有一部小說 就是叫Scarleton Letter 叫這個洪字A 這部小說 其實就是在寫這個事情 中間有一段就寫到這個 巫女烈莎的事件 當時許多女人 在無憑無忌的狀況下 被指貫女烏 遭火火燒死 那麼這個是在18世紀的時候 這個米勒就用這個電影 來封飾美國政府 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相信 但是很多人相信 米勒所以能夠全身而退 是因為他取得瑪麗蓮 他本身知名度不夠 瑪麗蓮的夢露保護了他 Ager上次這樣講 假如米勒招指控為共產黨 美國當時害怕群眾 不知會幹出什麼事來 因為他是馬力聯盟路的丈夫 那麼這個大背景就是 麥卡錫族裔跟蘇郭案的 可能觀點是什麼呢 蘇郭案的緣起跟發生 廣義的說 發生在1948到1956年之間 這個時候 麥卡錫族裔雖然進入了尾聲 麥卡錫本人已經死了 但是這個事情 你看那個馬力聯盟路的案子 到1956年多還是存在 他影響人在 那麼從上述兩個赫赫有名的 影星的案例 大家就可以看出 麥卡錫族裔影響的聲援 美國人那種恐共的氣氛 那麼在這種恐共的氣氛之下 我們報告中 跟大家也還說明出前學生 因此被迫離開美國 返回中國大陸的這樣一個情況 在這種背影之下 那麼我們前一案 說明郭庭亮被脅迫 要求自己倒田這個日期 來承認他是鬼爹 那麼孫嬰兒被迫遲遲 似乎就可以找出若干 在兩者之間相關聯的可能的線索 那我們以下這個報告呢 請大家來參與 我們的報告呢 我們有五個主要的理由 按鈕請大家跳過 大家去參考 今天當晚呢 我們就會把整個案文修正完 可能到明天 因為還有幾個文字要修改 來掛上去大家來參考 不過今天我們很完整 跟大家報告我們五點意見 那麼第一點呢 九人調查文 那仿效美國相關文會來組成 那麼這個呢 請大家參考 那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減少美國的誤解 那麼當時 整個中美協防條A簽訂 那中國政府 就是中華中國政府呢 需要美元的這個援助 怕美國有所誤會 所以來成立這個事情 那麼請大家再參考 八月二號到三號 就是民國四十四年的八月三號 一九五五年的八月二號三號 總統府第一局局長呢 黃國度 第二局局長傅雅夫 奉秘書長 總統府秘書長張群的指示 將孫鉤案的這個 江明錦啊 郭庭亮啊 李鴻啊 王善崇啊 劉海菸啊 等等的公職 交給孫立仁將軍 親約之後 那麼才有今天啊 才有這個孫立仁將軍 簽署的這個八月三號的請辭 聖東府參軍長一指 那麼的辭職 那其實他是第二稿 那麼我們從階君教授 就是孫將軍的一指那邊啊 我們找到了他的第一稿 草稿跟這個修正稿 我們在那個報告本輪啊 如果你要看他原來的簽辭職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最後一程是這樣 那麼顯示 孫立仁將軍辭三軍長辭職啊 是在乘風要求之下不得不辭 這是 那我們來看看呢 昨天委員會怎麼樣組織 八月十四號呢 之外的代表在外交縮電當中 建立政府組織調查委員會 那麼實際上就是呢 來應這個外面呢 跟向美國政府來宣傳等等啊 等等這樣 那雖然當時的幕僚說 這個沒有先例不可做 那總統蔣中正呢 認為此案重大 所以呢 就簽派簽名 來九位這個 像司法院院長王崇慧啦 考試院院院長 這個 行政院院長 副總統等等啊 都是那個國內的這個 政壇的這個 郡壽來組成 同時呢 孫立仁民族的這個命令啊 同時來發表 那這個是第一點 那至於說 九人委員會的運作 有沒有損及孫將軍 及其他相關人的權利呢 我們放在第四點 第四點中 來做壽命 那現在呢 我們就進入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說 從生物案發生之後呢 有一個叫做專案研究組的 這麼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是在 國家安全局下面所設 那我們有一個圖表 非常完整的呢 把它寫出來 我現在就 這一個過程 現在第二點意見就是說 這個過程當中 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有哪些單位設入 總統啊 或者是當時的這個 金國先生啊 或者是還有沒有什麼人設入呢 我們 把所有可能看到的檔案裡面呢 把它總結出來呢 給大家做一個報告 所以第二點就是 相關機關的偵辦調查的過程 到底如何 請大家看啊 我們在43年1月30號 其實就是在這個事情發生 44年5月25號 國庭量被捕前的 一年有四個月 我們就看到一份公文 這份是國防部總政事部的公文 然後蔣監國先生有和批 那公文呢 名稱叫做 陸總政事主承受假緣 及其左右可疑分子調查報告書 文件的本身沒有孫立倫將軍 我們寫的這個瓜谷是 我們把它按理 讓大家來知道說 這個假緣到底是誰 他的結論就是說 假緣孤傲自負 絕難忠於領袖 忠於黨國 唯一有偉心 有企圖心 則這個新的封建思想人物 那麼過了大概四個月之後 同樣的總政事部呢 這個金國先生 也有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名稱 把孫立倫將軍的名字寫出來 對孫立倫思想原想的分析與檢討 在結論中寫到 孫立倫對黨 對革命 對主義 沒有深刻的認識 沒有堅定的信仰 萬不可授以兵權 應其統帥三軍 否則必為袁世凱 馮毅祥 唐生智 李宗仁 第二等黨 那麼這個呢 在上一次的記者會當中 有記者會的同仁問我那個背景 所以實際上他時間還更早一點 那麼你也可以看到 當時他還問到說 那到底還有沒有其他的社路 除了這個情報局的 這個麻鴻人後之外 還有沒有人呢 我們這邊已經很清楚跟大家報告了 就是當時的總政事局主任 蔣堅果先生 後來調到國安會議 這個國防會議的副秘書長 蔣堅果先生是有勝負的 那麼在這個五月份完以後 差不多一個月又多一點 七月一號 孫先生從陸金總司令 被調論到中東府的參訓長 所以他的實權被拔除 那麼再下來就是說 我們跳到大概六月份左右呢 成功組成了一個 森辦森國安計畫處理中心 那麼這個時候情報局下面 所成立的那個長榮小組 我們在上次記者會跟大家報告 他都分別的把 他的偵辦進度 跟這個中心的這個負責人 中心的負責人 就是國家安全局副局長 叫陳大慶來做偵訊報告 我們這個目的 沒有在跟大家講 報告的內容 要跟大家講 這個程序是很高的 是在國家安全局之內 那麼另外呢 這個國家安全局 陳大慶主持的這個 專案研究組 我們看到了三份檔案 三份的三份檔案 分別寫下來 不過我想節省時間 請大家看八月十七號的這份檔案 八月十七號這份檔案裡面寫到 集中力量應付調查委員會 就是九人調查委員會 那麼透過黃紹古後副總統陳長 轉達 調查委員會應以不找人犯談話委員者 採看案件 採看案件 聽報告 聽錄音調查方式 必要時呢 委託機構以人犯談話 甚至說委託人犯 不讓那個調查委員 直接跟順江金 或者郭廷亮 或者陳良心 等接觸 那麼 有個參謀總長指派人 來擔任該調查委員會的秘書工作 其實就是指派那個像趙公古等等這些人 進入那個他們調查委員會裡面 以至於就是說 這個包括紀錄都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本調查小組 也把當年的像王善寵 像這個郭廷亮 像這個陳良心 像這個孫將軍本人 他的錄音帶現在還有保存 我們在一比對以後呢 至少發現就是說郭廷亮那個部分 那個錄音帶的那個內容 跟那個九人調查委員會 詢問郭廷亮的這個筆錄 重要的地方有一些更動 重要的地方有一些更動 我們很明確的可以跟大家講 所以他這個安排人進去 來這個可以講左右 這個調查委員會的這個進行 那麼這下面我們跳到就是10月27號 10月27號 國防會議副名書長 蔣千國有一個文件 是國安部總政治部 文件的名稱稱為 孫立倫調子之後呢 對陸軍總部人事的建議 建議的標題量給 第一聘僱的參與一例予以解聘 那所謂就是那個孫將軍在當這個陸總的時候 他有聘了一些參與 那麼這些參與他一代都不要 那麼第二呢 孫典左右可疑分子的這個卓淺調整事物 那除了這個標題以外 他列了一個標 哪些是可疑分子 那麼都有那個 可疑在哪裡都有 我想我們在報告當中 把它列出來 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那麼以下呢 我們請大家看這個圖 我們這個圖 在牆壁上畫得非常的清楚 那麼也可以講 這個圖的左邊 就是那個真信小組的這個 真信小組的這個 這個進行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左邊 從那個5月25號被捕 等等開始 然後到南部成立一個雲山小組 6月8號 那麼這個6月10號的北部呢 依賴這個昌明 這個地方有個小錯誤 應該是6月6號 人法人 開始的全部都往北移 我們上個禮拜還質疑說 6月6號固定廠有一個自博書 寫了17頁 而且那麼完整沒有錯誤 我們就講說 那天是從這個南部 被移到北部的過程 以當年的交通條件 可能要8個小時 人累都累死了 還可以寫一個17頁的這個自博書 這個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 我們這個已經講過了 不說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樣 類似的主派什麼人到最後 到最後那個怎麼樣來產生等等 這個是這一邊 那這個是呢 國安部總政治部的一個情況 剛剛我們跟大家報告過 然後成功組成了一個 成大慶當負責人的這個處理中心 包括了政戰部的副主任蔣監人 情報局局長毛倫宏 保安司令部的副司令員李立柏 總政治部的這個宋公演等等 然後下面啊 來看看這個誰高歸妍啊 高歸妍當時是總政治部的主任 都有參與 你也可以想像後來 高部長他是那個 靖國先生的這個重要的住所 一直到 靖國先生逝世以前 你從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個跡象 他當年的人是哪些人啊 從這邊都可以看出來 這些人啊 其實後來都是靖國先生的班底啊 可以這樣講 那麼到哪裡來聊 我們這邊把 大概相應來對照啊 來跟大家說明就是說 這一個事情啊 其實社會的層級是非常高的 我用這個圖表來回答啊 上個禮拜 那麼記者朋友的詢問啊 我回答不周圍的地方 那當時我會講啊 這個問題我今天講的 如果本年有通過的話 我會相互解答 用這個圖表可以看出來 那麼以上這個是可以講啊 就是意見的第二點 我總結來講啊 中上政府政治部門在1953到1954年間 孫立仁 政治部門對於呢 孫立仁將軍擔任入金總司令期間啊 就對他進行宣查 所以才會有那些報告 那麼孫國安發生的前夕啊 總政治部組織的專案組 進行逮捕行動 然後成方呢 組織了一個處理中心 然後乃至專案研究所 然後幕後呢 實際上是由這個中心這個組呢 來指揮常民小組 國防部有關單位 然後配合 我們指瓜補來講 配合了 九人調查委員會的調查作為 這個是第二點意見 那麼第三點意見呢 我們要說明的重點就是說 調查 九人委員會的調查報告發表之後 這個報告究竟是怎麼樣 被處理的 那同時我們來監訊 回答一個問題是 美國政府到底如何 因為我前面已經講過了 講過說這個九人調查委員會 其實就是因為美國有那樣的一個大背景 他就想成立類似的一個東西 裡面好像有匪銜在裡面 這樣呢 美國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援助 才不會有所影響 那美中美的關係不會那個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結果之後呢 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 那標題大家請看 我們呢看一下 這個可以講 那個總統蔣總統的 處理順利人案 是煞費作章 在他的日記當中 我們列的日記不一一敘述了 這些講的這些時間 都是蔣總統的日記裡面有記述的 多次的變更處理的方針 那麼最終在九人調查委員會調查報告出來以後 10月20號發布命令 由國防部隨時查討以官後效 這個是在命令當中的文字 那麼我們來看看他的這個構長 在這個八月中 外交部次長沈昌患賢命赴免的 A統部維軍大使蔣田府代表 來商量順利人案佔美國的效應 然後他從14、17、18、20、23、28、30、9月2號6日 拍電報為我收入美國的效應 我們在報告中 有降附的他說的這個內容 那麼這個大家請參阻 所以可以講這個證據是非常清楚的 這個主人調查委員會是來相應於美國的 這個考慮說美國會後續有什麼反應等等這樣來 那麼之後外交部收集的外報跟僑報 對蘇利亞的報導的分析 那麼大概來講 把它歸類為是派系多爭結果的11者 那麼這個認為反對政公制度的 而去指的是6者 這兩個比較列進加起來17 而認為說孫的去指不是因派系多爭的只有兩者 那麼這樣的一種報導國際議員的狀況 其實跟本院上個禮拜的報告 跟今天的報告大同小異 也跟本院民國44年的報告是相符合的 那下面我就列過了 我們就來補充一下 我們美國政府到底有哪些東西 外界有哪些傳聞 那麼最有重要的這個文件 就是現在我們列在這裡給大家看了 就是美國駐台北武官大使館裡面駐台北武官 發給陸軍情報部門 美國陸軍情報部門的一個文件 然後副本給國務院 他這樣寫 孫立倫告訴我 大元帥現在知道之前報告過的孫兵變計畫 他告訴大元帥這報告是共黨造的謠 告訴大元帥若是事實 就不會告知任何人說 孫說啦 那假如這個是事實的話請孫跟蔣講 我講這個事實我就不會跟別人講 然後請給指示 這個是那個美國的武官 請陸軍情報部門給他指示 那我們另外也查到了就是說 媒體實際上在幾十年之後 曾經訪問那個美國助理 國務卿的魯斯克 也有提到類似的這樣話 那我這邊在報告當中有加入 大家明天可以去參閱 那麼這一段可以講就是說 美國跟孫立倫的接觸關係非常的密切 應該不是空洩來封 那我們再看看相關的檔案 8月27號這份文件 這裡面提到 他對孫將軍被調查這個事情 他提到說 假如中國的朋友問我 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些朋友 我們的回應會是這樣 在過去孫將軍對我們軍事援助計畫的成功 貢獻勝劇 那麼其也在各方面全新與美方合作 因此我們對他的有關的指控感到訝異 幾乎難以之心 但是在調查委員會結果出門前 我們不願意評斷此事 那麼這裡的說明就是說 美國政府私下是關心 但是在公開他是不表態的 因為這個時候中美協防條約已經簽訂 而韓戰已經結束 這個時候冷戰的一個氛圍已經形成了 這個時候他需要一個穩定的中華民國政府 所以相對來講孫先生的價值 這個時候對美國來講已經比較不重要了 那前面那個電報呢 實際上還在那個 韓戰還在爆發 還在沒有那個 那至於共產黨那個 對於中國大陸的控制權也還不太穩定 所以那個時候呢 孫先生相對上來講 對於美國是有價值的 而很多的文件告訴我們說 美國政府啊 實際上是有跟城城 有跟孫力人 有跟吳魔尊接觸過 那麼希望啊 在適當的時候 我講是三十二八年的那個時間 希望也接觸過 希望能夠 是不是切斷跟大陸的關係 某種形式上就是 台灣能夠在這個島鏈上 變成跟美國的關係很密切 這個呢 在學術的研究是非常確實的 也不是傳連 這個因為 他具體本案呢 他也我們就不敘述這個 但是這個是有相關的 還有部分 各位可以看出來 那美國政府的這個文件 不管是9月2號的 或者是9月7號的呢 那麼實際上 我們都可以講啊 他的想法就是 這個 他們不公開表態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內心的態度 請各位參考9月7號這份文件 他就說呢 就孫暗本身啊 從現有證據看來 那就是整件事啊 是個圈套 來套住孫 讓他呢 遠離公主生活 並將他的一切剝奪 而在其他可能的解釋中啊 只有太多的矛盾 及未解的謎團 等等 這個是美國啊 在官方的文件裡面呢 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麼再看看28號 10月28號的這個文件 那麼他提到呢 今年5月間啊 並沒有任何策劃或預謀 就是那個屏東事件啊 上個禮拜我們講的屏東事件 實際上啊 在越冰之前啊 18個小時的之前呢 參旅遊行的群眾 當時越冰遊行的群眾 被縮所三身 縮身三次以下 三次啊 那裡面呢也還提到 就是VP和他的籌體蔣監國 這個VP啊 我們猜有可能是副總統 Vice President 但是沒有這個 其他的證據啊 就是說我們還不敢這樣寫 那有可能是副總統 跟他的籌體蔣監國呢 共同操領了 我們朋友的屏場 就是那個孫立仁將軍的屏場 但是呢 孫將軍對於 治理行間影射他 為察覺共產黨的陰謀 就是那個上個禮拜 我們講的這個 郭廷亮這個 自省毀的這個事情 他還說呢 他坦誠認識那些 與共產黨有來往的 年輕軍官 那麼這些話呢 他自己本是有所保留 所以不願意簽署那個東西 這個可以來大家參照 然後去讀上一次的報告 那麼以上呢 是關於這個 這個第三個意見 那麼第四個意見 我們就回到 跟第一個意見的相應就是說 孫立仁以及相關的八個人 包括陳揚勳 郭廷亮 江林錦 孫光炎 另外孫光炎這個部分就是 他後來絕食 後來發瘋 這個部分 假如本院的第三個報告 在未來能夠呈現出來的話 像這個忠心耿耿的這些人 孫光炎先生 我們會特別嘉義 周末 我們會捷盡一切的力量 來這個包貶這個忠誠之人 監察應這個報告就是 要把真正忠誠的人 要把他這個完全全出來 我們幾位 我們幾位 還特別到這個 這個花蓮 一禮醫院 現在他那個骨灰所在 我們特別去看他那個骨灰坦 骨灰坦還在 我們在將來如果有機會 我們也會建立這個本院 如果我們三位都離開 監察院的話 會建立本院接續調查 我們那個已經資料非常完整 接續調查 把那個東西都把它寫出來 那反免事實 但是對於這個忠誠之人 我們一定要加以比較多的心力 那麼第四個意見就是 就是生意人與九人調查委員會 調查期間的部分人權遭到限縮 那我們來說明一下 那麼第四個意見就是說 九人調查委員會的運作 仿效美國國會或政府的 非美活動委員會的機制 但是該領機制 實際上導致美國 數以千計的美國人 被指為共產黨人 或同情共產主義者 我剛剛指的那兩個大案例 就是一個名證 你包括說那個諧星 那麼知名的人他都敢動手 把他的Visa取代了 連那個瑪麗聯盟路的先生 都會遭到調查 如果不是有瑪麗聯盟路的話 怕事情搞得沒有辦法 所以他也可能還不只這樣 對不對 那所以在那個背景之下 才會有這個後來 這個九人調查委員會 也才會有上個禮拜 我們講的郭婷亮先生 被誘 被破 來做那些事情 但是呢 在這些情報裡面 我們也翻遍 我們也看了 美國的相關委員會 他們怎麼樣進行 我們的這些受害者 有沒有得到合理的對應 像我們這個第四點意見 可以講是相應將來 我們的結論就是說 他們被調查的人 的人權 基本人權 受到限縮 以下我們做一點說明 那麼44年9月13號 我們的外交相關的機關 提供給九人調查委員會 有以下的資料 包括眾議院的 威美活動調查委員會 他怎麼組成 他怎麼樣做 參議院的麥卡錫控訴委員會 還有其他這些委員會都市 都有對這個 用各種去調查 美國的相關涉嫌的人 然後導致數千人說話 這個都是歷史事實 不用再去講它 甚至就是說 聯合國裡面 國際組織裡面 雇用的美國人民 會進行中政調查 會進行中政調查 所以你可以倒回去想像 當年那一種反共的氣氛 那正因為這樣 所以國民政府看到有機可以利用 而中美的關係又很重要 美顏對國民政府又非常重要 所以呢 才會設計出來這麼一個大戲 然後把順利倫將軍 從施權把他拔除 然後從西位三軍黨叫他持掉 我想我們都很可以看出這樣 那麼直接我們跳到了第四點 第四 九人調查委員會的運作模式 及調查程序 是仿效美國國會跟相關的機制 外銷部長黑公超 也曾經列席 四十四年九月五號 九人調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我們去看他的逐字稿 數紀錄 我們不是看那個修改官文字 就是當場有人就數紀了 我們看到了愛公超講 愛公超在裡面講說 美國是這樣進行的 應該這樣做比較好啦等等這樣 但實際上我們跟他比較的結果 我們認為 至少有下面這幾個地方 我覺得是不過的 其他地方還有 我們接一所時間 調查委員應該有被受訓問的機會 但是呢 除了這個比較完整的機會 包括說委任大任律師 證人 直接來對話等等 那這些呢 並沒有 那麼第二個呢 調查的報告書 應該送給被調查人 實際上最後很重要 孫將軍跟他們其他人 不知道被調查的念頭是什麼 不知道被調查的是什麼 結果是什麼 也不知道 所以他們呢 無從去提出他們的生變 也不知道這個 另外呢 美國相關委員會的這個組織 實際上是總統 美國總統 美國眾議院議長 美國參議院議長 各提名上分區 9個呢 333 但我們這個調查委員的9個人 總統一人全部報告 這樣的話 那麼對於這個來講 程序上也是有很大不同 結果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 10月20號 那麼總統依序 九人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書 然後准孫將軍自信 由國安部呢 隨時查考 以官後相 但事實上呢 形成了 那麼孫立人 長達33年不自由的生活 國安部的隨時查考的作為 啊 在法律上 我們辯查法律也沒有依據 這是第四點意見 那麼最後呢 我們要來講講 這個本院當時 從10月中 44年10月中 開始要調查 到底本院的作為 其他政府機關 怎麼樣來影響我們 我們在第三點當中那個圖表 實際上還包括 他們如何來影響監察案 那麼這一點呢 是我們第五點的重點 我們重點是講 監察案五人調查小組 就是44年的那個五人調查小組 調查孫立人案的前 到立案就開始影響他 過程當中的影響 結果完以後會影響 多遭到相關機關的影響跟阻撓 那以下我們做個簡單的說明 那麼9月17號呢 總統府有個內部的報告 這份報告是這樣寫 我們中央黨部 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呢 已請監察院本17日 第394次運會暫緩討論此案 本來是超委員要提案 要立案調查討論 那麼請本案有關的監委呢 到中央黨部去商討 有兩個方案請大家參考 那麼第2個方案就是 該小組將來報告 需以總統令次組織 此案的9人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要相同 要以免影響中外的觀感 那麼實際上後來就是因為 本案的報告跟9人調查委員會的報告 相左啊 所以到最後就被冰凍了 那麼幾十年啊 那麼這一張這個檔案 我們在報告的附件會附上來 他是一個中東府的用真子 但是沒有寫明的任命 我們都是用原來的檔案 那麼9月20號本院第396次會議院會結議 交國防委員會調查 並將調查情形提報便會 那我們隨即在10月13號去跟行政院調卷 但10月15號拒絕 黃紹古副院長開會的結論拒絕 這個趙基人 那本院跟他商量 那在他的協助之下呢 一些總政策部的當年的檔案啊 就移到總統府 然後本院的調查小組 跟十幾個工作人員 每天夜見就是到總統府去 所以現在呢 我們本院留下了 民國44年5月25號到6月6號這中間啊 真正在南部的那些停訊的文件 那文件當中啊 因為我們不能回來 所以我們的人就用毛筆又寫的 叭叭叭叭叭叭叭 所以現在實際上 國際檔案已經沒有5月25號到6月6號之間的文件 只有本院有 而本院是我們當時的工作人員到總統府啊 17N檔案用毛筆抄寫下來 那有趣的就是說 這個曹偉銀看到郭天堂先生的問訊比喻 他那個簽名 發抖 他躲到不成這個人小 我們曹偉銀特別把他瞄下來 就是說他在旁邊加註這個 這個Ancient Cuda的結果 這個如果沒有本念當年的這個抄錄 那那些文書大概都沒有了 那麼最後我們再看看 11月21號 趙啟倫偉銀以學生的身份 來寫給黃土均校校長蔣中正 信中寫道 監察案順頓調查小組 亦以遵照主事提前結束的同檔 那我們從這個信件 沒有都要發表的信件 我們可以逐任本念44年的調查 那麼信遵照主事來提前結束 那麼在結束完之後的24號 行政院副院長方少古 也是九人調查委員會的 這個木鳥工作小組的這個小組長 我上一次跟大家報告 關於這個民調查委員會 實際上行政院有很多的檔案應該要看到 但是現在很可惜都已經銷毀掉了 所以到底九人委員會怎麼樣運作呢 其實我們並沒有說去的很清楚 主要是秘鳥 木鳥工作小組的這個東西沒有 那我們就只有從那個國家安全局裡面看到 畫出了這個檔 這個都是由檔案為依據的 至於說那個行政院那一塊部分 那個檔案沒有了 調消息 只剩下兩個會議紀錄 在我們報告當中都有把它列出來 那麼最後他建議說了 副總統來邀請張琴、余鴻金 張琴是總統府的這個秘書長 余鴻金行政院院長 張立生國民黨的秘書長 蔣堅果國防會議副秘書長 這幾個人來商量辦法 向我們五位委員來表示說 如果為國家利益設想 曹委員黨將提的報告書內容 只可向監察院會 作一避命之口頭報告 而不將報告書的內容分送 並要求參加院會的監察委員及職員 負責保持絕對機密 不使此口頭報告向外經傳的 這個是24號的文件 那麼這個文件 那麼我們也有他的原本 正本 那麼12月7號 黃少虎在相總統府 律師長張琴 提出本殿五人相對調查報告書的意見 這個是本殿五人相對調查報告書的意見 這個時候本殿五人通過的調查報告 他就講說 黃少虎為九人調查委員會造極的副總統臣場 市民的一個談話好 讓城城們來跟我們五人相對見面的時候談 細節我先不說 我們直接跳到第三點 看那個 監察院秘密會議 在聽取諸位先生口頭報告後 決議將口頭報告記錄密存被查 並請參加院會的委員及資源負責保密 各位可以看到後來本殿的處理結果就是這樣 本殿的結果就是這樣 那麼上面那兩點也都是一樣的 都是本殿的進行程序是按照這樣來的 這樣 那麼12月25號就是隔了八天 本殿第40四次會議 郭王委員的造極人、草起人 也就是本殿五人小組委員的造極人、草起人委員 再次報告 像院會報告的調查結果 還要本殿四點處理意見 那當時呢 一會委員廣泛投論 但是呢 委員當中 我們看數紀錄的 現在把事業調出來 有人就講啊 不要做權益啦 最終主席 遺憂任院長才是不做權益 所以那個報告呢 有寫 而五位委員有簽署 有項院會提出 有討論 但是沒有權益 這樣大家比較有沒有清楚 大概這樣的情況 沒有沒有 那最終呢 導致了本案呢 在監察院呢 他的一個完整報告寶 一個XX版的 民國七十七年公布 完成版呢 是到這個八十九年底呢 才完全的復原 這個是趙偉在他論念的時候 把他完成 封存在本案呢 長達四十年 以上的這個報告 也比較大一點 比較長一點 而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給大家做說明 那麼下面我想 是不是先請趙偉 來對本案做個補充 然後再請馬尾做補充之後 我們再問現場的記者朋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再來回答 下面請趙偉 來進行後說明 剛剛李偉已經是把這整個故 整個故事非常清楚的 交代得很清楚 實際上這次能夠追隨李偉去調查 也讓我們對於很多在國安情報的檔案 幾乎應該是幾乎都挖到了 都挖到了 所以提供給大家的資料 實際上是非常 就是用證據來反映事實 首先我第一點要說明一下 就是當年1950年代 我還是很小的時候 1950年代 整個世界 除了剛剛這個 整個世界都是 剛好是跟共產黨在對峙的這個情況 共產黨是在扩充的 全世界在扩充版圖的時候 所以1950年開始就有寒戰 所以剛剛我們李偉也提到 這個在美國本部 也有這種恐共的這些措施跟行為在當時 所以他剛剛除了提到 兩位這個電影 大家的小的電影明星的痛苦的遭遇之外 實際上我們在當年流冕的精英分子裡面 飛彈專家 加州理工學院的前學生 也是在參與這種高科技的研究 在當年那個環境之下也被冷凍 被懷疑是共產黨 也被冷凍了 肉乾淨之後 再讓他離開 離開美國回到大陸 回到大陸去從事這飛彈的發展工作 所以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美國是這樣 那臺灣便是 我上次向各位報告 臺灣便是動亂的時代 19年剛好是大陸兵敗如山倒 策隊到臺灣來 所以臺灣整個是軍心動揚民心不穩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迫於當時的大環境 所以不得不由孫立仁將軍來做陸軍總司令 有十權陸軍總司令 因為他到底在面甸作戰的時候 二戰的時候 是一位曾經打聲仗的一個將軍 而且也是被美國人所比較信用 因為他本身是美國軍校 清華大學畢業之後到美國去內美國的軍校 所以是比較在思想上 在各方面都是比較容易跟美國人合作 所以在當時這種環境 所以在當時那種大環境之下 所以變成當時的領袖 當時我們的領袖 老蔣總統 他可能 他自己的政治地位都可能都不太保險 都不太保險 因為撤退到臺灣很多的歸咎責任 都是歸咎到他身上去 所以我想也可能是引起 引起他對於獲得美國人信任的孫立將軍 那麼有不信任的開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從民國三角 孫立人當陸軍總職之後 從蔣宗正的支持裡面就可以看到 他當了總職之後 馬上就開始對他起來疑心了 就起來疑心 經過幾年之後 尤其是在整個孫立人案件 真正爆發的前一年 剛剛這個可以看到 蔣經國先生也是對於 已經有很多的對他孫立人的一個調查案子 對調查案子 所以這個是當時的這種情況 那為了讓孫立人移開他的政治權位 所以最大的一個要他自救 自己覺得欠救的責任 那就是找一個他過去的幹部 信任的幹部是毀諜嘛 因為當時的時候是毀諜是最大 美國人也覺得毀諜是最不可涉的 當工廠是最不可涉的 所以可以滿足國際的一些看法跟要求 所以當時代就是變成 政務裡面 我們當時的政務裡面有一批人 就變得要去用微迫利誘 微迫利誘 去讓這個原來跟隨 或者是跟隨孫立人的一些年輕的軍官媒 讓他們改變他們對孫立人的一個忠誠的態度 所以才會有郭廷亮、陳亮勳、王上蟲這些不同的事件 有人自成是毀諜 有些人自成是有在提議要去南部 南部有這樣的陰謀的事件等等 或者在陽明山 陽明山就為陽明山等等的這些事情發生 那這些現在回歸事實來看 實際上都是整個劇本的一部分 整個劇本的一部分 所以 當然是從親家的角度看起來 我們可以感覺到 市立人原來信任這些幹部 最後被判別他 變成承認 最後讓他 講白一點就是讓他被受到陷害 所以信任遠到最後 在他所有的幹部都承認是自白承認是毀諜 也或是有些要對政府有抗爭的活動的時候 把這些資料拿給孫立人看 孫立人最後才迫使孫立人自己承認他有事人不明 事人不明 自己覺得欠疚 自己把他的參軍長辭掉 然後才後查 所以整個政府的九人小組的動作 就是在孫立人牽制他辭職 引救辭職之後才開始有動作 這的話他還是軍人的時候 即使是沒有實權的參軍長 恐怕隔於當時國際大環境的壓力 恐怕還不敢對孫立人有所動作 所以當然這一批他的過去的幹部 對孫立人是不利的 不過我不曉得 因為他當時我們看了這個資料 他們是被情報局國安局的人去說服 去說服這小語大意 說你要忠於領袖 忠於國家 忠於黨國 在這種大帽子之下 最後是他們 他們都覺得 我看他們的自白裡面 他們都忠於領袖 在當年那個時代 忠於領袖就是忠於國家 當時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現在是很難去 以現在的觀點去定當時的人的誓會 因為當年也許這一批人被說服了 他是去幫政府去執行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執行一個可能是不能夠光宗耀祖的任務 可是他的目的最後是幫助當時的政府穩定軍心 整個穩定下來 幫助當時的老總統他們 他們老總統蔣家樂政權能夠穩定下來 穩定當然是他們犧牲了 犧牲了他們這些人很多的個人的自由 個人的自由 個人的政治權利跟自由權利 很多都是基本人權的犧牲了 不過他們也許在當時忠於領袖的忠於黨國的這意念之下 既然國家要給他們安家會 也要生活會等等 那他們也就自我犧牲了 所以是對是錯 就很難去講 那往好的一面也許這樣的話 台灣才有民國四十年之後 才有穩定的幾十年去發展經濟 因為他變成大家只有忠於領袖這個觀念 那這個政治穩定 那經濟就好起來 那所以我想 不過總而言之 因為是站在監察員的立場 我們還是要讓事實 讓證據說明事實 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相 所以也就是我們的前輩五人小組 雖然在當時受到黨政軍的壓迫 黨政壓迫 而不能夠讓整個調查報告 當時就公之於是 我記得在民國八十九年的時候 我跟我們的行政人員到我們地下室的這個檔案庫裡面 的一個保險庫裡面 帶我去看到這個原始的這個調查報告的時候 我是覺得不太不可思議 為什麼監察院幾十年都沒有人講 也不願意想要在哪裡 原來就在我們地下室這個原始報告 所以民國九十年一月 我們就透過院會 透過院會的決議 把他原始報告公佈 原始報告公佈 這個當然的話 就是所以我們今天公佈所有的 所有的證據真相 我想目的就是說 套用我們這個曹啟倫委員的一句話 不使一個人含冤 萬事常嘆 那我想這個也是監察院 監察院應該做的事 我就說到這裡 對於本案我們做的說明 我想先跟大家介紹幾個文件 然後最後我對上個禮拜跟這個禮拜 做一小段的總結 大概找個幾十秒 那這幾個文件大家不曉得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四十三年年初 金國先生有簽的這個文件 你看這個簽名 這個簽名我們經過比對過 簽 他只簽個簽 他在當年國法部長或總統的時候 他的簽名都是這樣 簽 這個確定是沒錯的 簽名 那簽的人是總政治部第四組的組 那個為 後來當那個前報局的 調查局的副局長 那個 衛副局長 衛醫生 衛醫生 簽的 所以他這個是總政治部的公文 裡面我們只是講簽文 其實後面他有一個本文 大概十幾頁等等這樣 我們講的那個結論在這裡 那這個文件呢 我們很不容易的把它找出來 這個是非常清楚這些 是非常珍貴 另外一個跟大家介紹一下李鴻案 其實李鴻案就是在民國這個 應該講就是寒戰爆發的那一天的隔天 他就被抓 這麼明白 寒戰沒有爆發 寒戰一爆發的時候 我要推論的 跟大家推論的就是說 寒戰一爆發 美國在朝鮮半島有事了 所以當局電位現在可以開始處理了 所以民國三十二九年 三十八年的事前 李鴻案是那個孫將軍的最重要一個助手 等等這些文件 另外就是孫先生 我剛剛講的這個 趙超的簽證有四份 我們從孫將軍的義子街巨那邊 不容易把它拿到 給大家來看 如果沒有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來比對 我們知道說 後來那一份是被迫 原來他寫的跟他對比都看得出來 他對那個關於郭廷那個部分 他有疑慮 所以他不願意簽證 那麼以下我想 我就用下面這幾個話 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這兩案 我們有這樣的看法 那麼對於孫郭案的這個起因 所謂毀疊郭廷亮 是經過刻意安排 製造出來的 我們這個調查小組 已經在上個星期的報告案當中 予訊了 這是第一點 那麼孫立倫將軍 因此被迫辭去山軍長的職務 可以講說 本案是一位忠理演秀 熱愛國家的高級將領 不能繼續發揮其所長 以飽和衛冕 衛冕 不能不收視 國家的屬性 總結來講 這個是可以這樣來說的 以上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口頭中語到這裡告一段落 請問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要詢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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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幾個你們兩個 這兩個禮拜的記者會 比較想要行為再補充 也是關於美國的態度 剛剛委員其實有講了一些東西 但現在這樣聽起來有點像是說 蘇利爾案之除了會發生 因為美國想要支持 包括蘇利爾這些東西 所以才有前面的佈局 到事件發生當中 其實美國 就是從你們解密的這些 美國這樣裡面 其實美國也都很清楚 這些包括蘇利爾人 這是一個 我們也提到說 這是一個抹黑 一個拳套要把它打成 就是打成共產的 到最後你們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後來他們覺得說 蘇利爾人沒有價值了 所以這個事情也就放了 然後讓他繼續被軟禁 所以這樣總歸來看 其實美國是一個非常恐怖的角色 是嗎 因為在你們的這個文件裡面的 最後一頁裡面有一段 你們剛剛沒有提到 但顯然裡面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包括美國人 他們自己就說 美國人令有人失望 然後不管是跟美國的關係好或是好 其實都很危險 那這部分可能可以再講清楚 就是你們這樣調查下來 你們覺得美國這個角色 是不是一個很危險的角色 對台灣來講 這個評論實際上很小心的 會影響到現在中美的關係 我們在這個 使詞會當中討論稍微久一點 就是這一點大家也比較有興趣 那我做了下面的幾點說明 關於這個 英國38年39年之間 在韓戰之前 那美國跟這個 詩先生的接觸 學術界的研究很多 也都是很公開的 這個美國現在對這一塊 包括美國的研究人員 因為美國的檔案都公開了 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他們曾經有一段時間 在美國的白皮書發表以後 就是對法白皮書發表以後 他放棄了就是 國民黨領導的這個政權 一段時間很長 他不要 他不要跟他有關係 那轉而支持 接觸 他認為有可能 在台灣 變成他盟友的人 那這些 比較具體的 有吳郭貞 有順利倫 甚至有陳昌 有文件都有提到 那文件裡面提到說 陳昌太宗儀這個 這個蔣先生 就不要接觸了 因此呢 跟孫先生 跟那個 接觸的比較多一點 這個 學術界的研究很多 但是因為他已經在 李華案之前 我們就不太去 涉獵他 太過遠的 關聯的 性啊 不夠 我覺得從李宏案開始 可以講就是說 是跟順郭案 有明顯 李宏案當中的那個 我們上個禮拜 唯一的人證來指證 國庭亮是 有講那個話的那個人 就是這個時間被捕的 就是 李宏案的時候被捕 那過了五年多以後 才講出那個話 也是很離譜的嘛 那個時候他都沒有講 過天亮是毀點 他寫的東西都沒有寫 只有到 四十四年的 六月二十四號 我才講 很離譜 潘德輝啦 潘德輝 潘德輝講出了這個事情 那我們 我上次也跟大家講 我們心很痛 他在那個 這個情報局的看守所裡面 保密局的看守所 當時叫保密局 那時候裡面 塑盡了這個折磨 然後我們特別把那段折磨 寫一下來平衡 我們對他的不捨 最後他雖然被迫這樣來做 但是我們也盡這個 我們的責任把它寫下來 現在回到來講 回到你的問題來說 那一段時間那個東西太遠 那再來的話 有沒有講這個事情 其實就是說 比較明確來講 你們輿論界 曾經去訪問過 當1990年 美國的前助理國務卿 魯斯克 魯斯克 這個人 那這個人當時就是負責 中國事務 那他這樣講 他訪問的時候 報導中這樣寫 他就說呢 這個1950年6月初 他卻曾經有特殊管道 他卻有 就是孫先生 確實曾經有特殊管道 不是 就是魯斯克從特殊管道 收到當時台灣防衛司令部 司令人一封密訊 信中明眼將領導政變 驅逐蔣中正先生 並且美國給支持 魯斯克回憶說 當他收到密訊以後 建事官重大 立即將密訊銷毀掉 所以沒有留下書證 並且像當時美國國務卿 艾其薰報告 轉職部的文章 這個是報導這個文 那大概 我們看到的最密切的關聯 除了我們付給大家那個文件以外 那個就是後面的這個報導 這個已經接近過幾十年以後 去訪問當時的當事人 魯斯克的這個他的回答 那至於說 你所提的這個美國政府 這個角色如何 實際上後來出貨案發生以後 我跟大家報告的這個文裡面 他因為當時中美協訪條約已經簽訂了 所以他的公開立場是不評論 而且他要等到調查報告是出來以後 才會講話 這個美國的官方立場是這樣 但他私下有給他關心等等 也希望九人調查委員會的調查 不要只講那個屏東的模仿事件 應該去看看到底事件的原因 是不是政戰系統有沒有干涉這個 這個軍隊的指揮官啊 有沒有插手那個人事啊 等等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這個孫先生 在這個軍隊訓練的這個概念上面 他是比較站在美國那一方 那美國的這個軍事顧問團 因為當時已經派駐到台灣來了嘛 所以他的觀念呢 也是比較美式那一套 但是政戰系統是共產黨這一套 是蘇聯這一套 所以摩擦就很大 那在這個摩擦當中呢 孫先生又支持 就是不要有政戰系統 那偏偏美國訪問台灣的人員 或者美國駐台的使館人員 跟孫先生都保持密切的聯繫 所以蔣先生就非常不滿 他本來我講的日記當中 他有寫了嘛 所以這個應該是有這個話等等這樣 我只能這樣跟你回答 至於說你問那個問題 我就沒辦法去姑娘啊 請問他有沒有什麼問題 謝謝 請問 是不是記者 不是的話我們就不發問 那個 不不不 那個 不是記者 不是記者 這是記者會 好 假如沒有的話 我們記者會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特別在提醒當事人 如果要接受訪問 要以私人身份 然後離開這邊 你們的發言不是我們記者會的一部分 好 謝謝各位的採訪 謝謝